其實你想那個年代 真的是還滿有意思的 這個 那個時候的綜藝節目非常的興盛 要出來唱歌 其實那個時候 你不要講 唱歌還很容易被人家知道 也因為有這些綜藝節目 對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三台 然後當然一定要靠這種效果來 就是收視率 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你有女朋友嗎 剛分手 因為紅了分手嗎 因為是屬於遠距離愛情這樣 遠距離的感情 遠距離 對 他不在台灣 他不是台灣本地的人 你怎麼老是愛別的地方的人 你不能愛靜一點 因為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 真的喔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候你 但不能說神神秘秘啦 就看起來不是那麼讓壓 總覺得你心事重重 我覺得那時候可能是因為 因為自己心裡面滿很多的糾結 我覺得就是 譬如說在當時那樣子的一個環境 然後我這樣子的一個個性 然後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們其實都在做唱片 可是你要讓自己就是說 去遷就那個環境 其實心裡面是在找一個平衡點 對 其實我覺得像你們這種 很想在台上做搖滾歌手 但是那個時候真的憑良心講 唱國語歌不能完全那麼搖滾 對不對 所以你們必須求取一個平衡 又要高亢 又要柔情 對不對 然後你還要配合整個電視生態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對我來講 就是說自己在找那個平衡點 又要創作 然後又去找那個平衡點 你自己也在 一路在學習其實 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以我當時 我相信小燕姐在演藝圈 這麼資深 你看過很多的這種歌手 我覺得像我自己來講 現在我來看我自己 我第一張唱片就那麼紅 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沒有 真正完全準備好 可是算是幸福的咧 也算是幸福 也算是幸福 但是我覺得那種 那種就是說 可能你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之下 你就被推到很前面去 然後又紅了 有點站不穩的感覺 對 有點就是說 那個腳步 跟不上 跟不上 整個我覺得自己像是被整個 包括唱片公司剛好唱片圈 整個就是 就是阿姨 哄上去了 對 我覺得自己是有點像是被架著這樣 被架上去了 架著往前跑這樣子 有點搞不清楚 對 有點搞不清楚 還搞不清楚 還搞不清楚 就已經很紅了 在雲端 雲端裡頭 你腳在哪兒啊 該怎麼踩地下 我是怎麼紅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藝人 就在現在回想起來 那個時候應該是很開心的 那個時候應該是 可以享受到 比如說成名啊 或者什麼 可是那個時候 其實是人生最不快樂的時候 很奇怪 很多歌手都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種心情也滿矛盾的 很矛盾對不對 對 但是我真的要 平常講就是說 整個做一個總結 我還是滿懷念那個年代 因為至少在唱片這個部分 你還是覺得是有一個希望在的 你覺得自己就是說 雖然有些東西你要去妥協 但是有些東西 你還是可以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那還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對 沒錯 我覺得近幾年來 你大概都在商演 公演 或者是演唱會 對 那在 那你跟女兒那一次是在哪裡 在上海嗎 那一次是在北京 在北京 對 09年的時候 09年的時候 聽你的演唱會 每個人都是很帶勁的 因為搖滾樂嘛 搖滾樂 所以你想想 自己以前好像被綁手綁腳 對不對 很多方面 但是我覺得做演唱會 這個部分來說 我覺得自己還算是 擁有自己的一個就是 一片天對不對 就是說知道怎麼去做 去表演 對 然後自己是長 自己長可以長空 我們來看看你跟女兒 這個 真想不到 他已經可以跟女兒一起上台 唉 小小鳥喔 先跟大家問候一下 謝謝大家 今天來看我爸爸的演唱會 你沒有跟人家講 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趙毅童 這是我這十年最大的驕傲 接下來就由我們婦女倆 為大家演唱這首 我是一隻小小鳥 謝謝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謝謝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想尋找一個溫暖的家 你那個時候對你老婆是不是這麼說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實在很難想像喔 我覺得啊 拎得你的這個手上的那個 你穿弟弟的那個衣服 你怎麼借你弟弟的衣服啊 你就這麼沒衣服啊 那這個要問唱片公司 他沒有給我買宣傳服 真的嗎 因為他們覺得說 可能就是我剛好穿的那個衣服 剛好可以上電試用了 對 可是只是沒有做了 做好這個裝備檢查這樣 對 他那個裡面是自己的汗衫 然後沒有想去被我看到 然後我就說 你那個裡面是什麼 他就一直在那邊縮手 我說你拿給我看看 你在裡面是什麼 你汗衫啊 你裡面還叫汗衫滿頭大汗 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其實很有意思喔 那個時候 那時候你看到我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當然很敬重 那個小燕姐 不會 會很害怕嗎 我 小燕姐當然我覺得是 當然給我感覺是很 就是很親切 只是因為要面對攝影機 然後第一次上綜藝節目那次 對 你第一次上綜藝節目 我覺得你根本就想回家 周末派 對不對 好想回家 我覺得那天她那個表情 我一直想跟她說 這樣子效果很好 人家都會記住你的臉 你不要不來了 我很怕這樣的憤青 被我們這樣講完以後 就跟唱片公司講 你不要再唱 我不受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就是說 綜藝節目上了很多以後 會有這種感覺 會喔 對 你看我講的不是假的 沒有 就會跟唱片公司講說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 就把那個預算節省下來 宣傳預算節省下來 辦演唱會這樣子 其實錢差不多 如果真的算一算的話這樣 當然我不是說 我覺得就說 不是說綜藝節目不好 像小燕姐的節目 沒有關係 我跟你認錯 沒關係 我曾經傷害過你 沒有關係